杭州上城区天风商煞三楼有家拍拍鸭照相馆 小邹说去年11月份打算和男朋友拍一套写真 在网上找到了这家照相馆 当时买了一个799元的套餐 拍完后不久收到了成片 大体比较满意 但就在前几天 他发现照片出现在了店家的小程序里 我点进了他之前发给我的一个小程序上面 这是我们一些他们宣传的样片 然后他上传的是我自己拍的一组军发风的照片 小邹提供了他收到的一组身穿复古服装的成品图 又提供了一段录屏 视频中点开拍拍鸭照相馆小程序 课照展示中有一组复古风 实用的图片正是小邹和男朋友拍的那组复古照 小邹说他马上向工作人员反映了情况 他们给我的答复是第二天早上把这个照片删掉下架 一开始是跟我说陪我一张精修的照片 我是这边是不满意的 我要求他给我赔偿400块钱 也就是一半的价格 然后他们给我就开始讨价还价了 说什么退我200这件事情就算了 那我当时对于他们这个态度肯定是不满意的 小邹提供了一段聊天记录 对方备注为拍拍鸭照相馆 回复说赔400我们继续使用照片 毕竟您这边相当于白拍赔200明早删除照片 小邹说因为沟通不愉快 后来即使对方转来了400块 他也退回去了 目前我这边的诉求是一个全款退 加上一定的经济补偿1000块钱 因为我觉得你侵权一个全款是一个最基本的要退款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额外的一个对我的一个补偿 现场再次打开小程序 小邹提到的那组照片已经下架了 找到拍拍鸭照相馆 工作人员说负责人不在 于是小邹联系上了一位留经理 这个小程序就相当于是我们一个自己私下的一个作品集吧 对我们会把我们拍一些样片上养出去 如果客户要选风格的话可以拿出来给他看这样子 并不是一个网上公开的对外的一个平台什么的 刘经理表示之后双方协商赔偿问题时 工作人员一开始说的那些话 是希望尽量减少电力损失 刘经理现场提出 除了退全款再送小邹一套写真拍摄 小邹拒绝了 拍拍鸭照相馆的李老板后来补充说明了一些情况 我们的工作人员认为他是有这种临时加价这种 所以后面态度可能不太好 然后引起了一些误会 就是他之前也违约过嘛 其实也是给我们造成一定损失的 因为他之前约的是一个时间 然后后面又反悔了 然后我们又给他安排别的时间 其实都是一些小事情嘛 李老板的意思是 店里仍然愿意退卷款 但没有其他经济补偿 记者也把李老板的说法转述给小和 他回应 当时由于脸部过敏 所以临时改了时间 但拍摄时工作人员并没有因此提出要扣费 目前他在考虑走法律途径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